一起击鼓 换上游行服装 基隆市政府官用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 余立凡 蔡世英等人 与冷江国小森巴虎队一起击鼓 宣告回为两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 重新启动 这项全台最盛大的海洋嘉年华会 今年更扩大封街举办 将有52队来自全国各县市社区 学校及国内外表演团体热情采接游行 在停办的这两年 很多人都有打电话到格局处 还有到打电话给我说 嘉年华什么时候才会再重新开始办 那今年终于盼到了 这睽違两年的嘉年华游行 所以不管是社区 不管是境外的团队都非常的高兴 那这一次的队伍的参加也非常非常的踊跃 大概有52个队伍 那这52个队伍分别有我们在地的社区的参与 在地的学校的参与 那还有一些特色的非常耀眼的这些团队 那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外线市 也有一些参与的团队来参加 所以这一次的嘉年华会可以说是 历年来最规模最盛大的 除了各个游行队伍外 每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 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些由各社区民众亲手制作的大型游行道具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 今年更融入海洋及乐团元素 规划的海洋生物是用就是一种欢乐的嘉年华的呈现 所以各位看到会有看到打鼓的鲨鱼 还有打小鼓的鸿鱼 还有这个所谓扮演水母的舞者 就跳舞的舞者 然后我们那个鬼头刀是一个single唱歌的歌手 然后呢 我们的河豚 它其实是一个直播组 上面写的一个key long 它告诉大家说基隆是一个非常欢乐好玩 又有好吃的地方 向中央争取经费支持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的立法人蔡世英 除了感谢社区民众与学校团体的热情参与 更承诺如果顺利接棒将会扩大举办 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社区好朋友 其实他们都自动自发的出来 还有很多的学校 这个跟很多的文化艺术活动 都只是少数的文化精英在表演在参与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活动的形式 所以我非常高兴 也鼓励也欢迎全国的好朋友 9月17号来到基隆 看我们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由于疫情仍旧起起伏伏 主办单位也规划了相关防疫措施 呼吁参与游行团体与民众配合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防疫 因为虽然疫情比较趋缓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第二个呢就是戴好口罩 这一次的嘉年华会 我们跟社区有做了一些讨论 希望不要就是脱下口罩 这个也是保护自己 保护参与的民众 第三个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进入正常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为了欢迎参与海洋老鹰嘉年华彩签活动的 外线市团体及民众到基隆旅游 基隆市政府方面 即日起也推出欢乐三五七优惠双重购活动 民众有机会在平台购买到最低三折的食旅券 及电子邮程套票 到基隆享受在地美食伴手里住宿等优惠 也就是从9月12号开始 我们就会限时大概下午四点左右 就会在平台上有这个三折券 五折券跟七折券的这样的一个贩售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个嘉年华会的举办 来促进在地商家的商机 配合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 9月17号当天下午2点到5点 将实施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 基隆市政府方面也呼吁驾驶人提前改道行驶 2022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在基隆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